原标题 苏德战争刚刚打响 为何斯大林就处决了心腹爱将巴弗洛夫 1941年5月 随着德国在不列颠空战中的失败 希特勒无奈地放弃了占领英国的海狮计划 转而向苏联发动了入侵 在苏德大战开始仅仅两个月时 斯大林就以通敌叛国的罪名 处死了四名苏联将军 他们分别是大将巴弗洛夫 少将克里木夫斯基克 少将格里果里亚夫 和少将科罗布科夫 斯大林的手段不可谓不狠辣 尤其是大将巴弗洛夫 他可是与诸可夫齐名的将军 巴弗洛夫就照那么 巴弗洛夫等人是否真的通敌呢 巴弗洛夫1919年参加红军 他与诸可夫分别担任了红军最小两个坦克团的团长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 巴弗洛夫又与诸可夫一同前往了 福龙之军事学院进修军事知识 1936年 巴弗洛夫以坦克旅旅长的身份 参与了西班牙内战 并且获得了苏联英雄金星勋章 1941年 他与诸可夫一起晋升为大将 巴弗洛夫被调到西部特别军区 而诸可夫则前往基辅军区 从他的人生履历来看 巴弗洛夫的步伐几乎与诸可夫同步 假如他没有被处死 那么日后 他也很可能成为苏联的最高统帅之一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 巴弗洛夫于1937年 出任了苏联装甲坦克部部长 本来他也算是一名坦克名将 虽不如麦斯坦英等人出类麻萃 但也是具有一定水准的 西班牙内战中 T26轻型坦克 因防护性能太差而表现不佳 这让巴弗洛夫错误地认为 所有坦克在没有步兵支援的情况下 都缺少单独作战的能力 在担任坦克部部长之后 巴弗洛夫根据西班牙内战的经验 向斯大林请示 要将苏联组建好的机械化军队解散 由于巴弗洛夫在苏联坦克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 斯大林错误地信任了专家的意见 虽然后来在众多将领的提议下 斯大林又在1940年对坦克部队进行了重组 但时间却不够了 最终这件事导致苏联军队在苏德战争初期 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而巴弗洛夫已因此赔上了性命 展开全文斯大林就照 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之后 德军拥有数千辆坦克的装甲部队 一路高歌猛进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就向前推进了六百公里 巴弗洛夫收到命令指挥西方面军进行反击 由于他将空军全都集中在少数几个机场中 且过西方面军的空军力量 在一天之内就被德军给消灭了干干净净 在损失空军力量后 巴弗洛夫仿佛受到了惊吓 作为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 他竟然跑到了一个集团军中去 这样的行为完全是没有大局意识 对整个方面军极不负责的自杀行为 并且更搞笑的是 巴弗洛夫不仅没有正确指挥西方面军的行动 而且他完全像是一个盲人 不清楚敌人的动向 为了了解 到敌人的情报 他甚至跑去收听德国的电台 结果一个星期后 德军占领了明斯克 西方面军已经大部分被核围 而巴弗洛夫 竟然是在苏联最高统帅部的问询中 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包围 在巴弗洛夫的指挥下 西方面军数十万士兵被德军俘虏 而他们的上千辆坦克和众多武器装备 也都成为了德军的免费补给 一个强大的方面军 仅仅抵挡了一个星期 这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怒火中烧的斯大林 派人火速将巴弗洛夫等人接回了莫斯科 并已经慌失措 指挥无方 抛弃部队 通敌叛国的罪名 将巴弗洛夫等四名高级指挥官判处死刑 苏德战争在这场战役中 巴弗洛夫的罪责的确是太大了 光是损失了武器装备 其实就够他死上几次了 至于说他惊慌失措 指挥无方 这也确实是事实 不过 说巴弗洛夫等人通敌叛国 却显然是一条子 虚无有的罪名 而斯大林之所以要给巴弗洛夫安上这条罪名 实际上有两个目的 其一 一开始 苏联就决定解散机械化军的命令 其实是斯大林下的 从苏德战争初期西方面军和基辅战役的情况来看 这无疑是一条极端错误的决定 斯大林给巴弗洛夫安上这条重大的罪名 一来是泄愤 他愤怒自己错误听信了巴弗洛夫的意见 二来是甩锅 因为他在这件事上 确实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二 自古以来 败军之将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 苏联的其他将领 其实也都明白这个道理 光是杀掉巴弗洛夫 对于苏联重将领的警示作用远远不够 但通敌叛国这个罪名就完全不同了 斯大林这是要将巴弗洛夫等人永远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并且让他的家人 后代 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这样一来 苏联重将便再也没有人敢瞎指挥了 不得不说 尽管斯大林的手段比较残忍 但正是由于他的雷霆铁腕最终才帮助苏联赢得了魏博战争的胜利 参考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士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